你 姜云泽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突然让我们先开播 还要和我们合作 你当我良心发现好了 良心 你有过吗 哪怕我亏了我还有姜家 你呢 你把所有的钱 投到你工作室了吧 只要你愿意 我们给你谈吧 你觉得下一步 我跟你和顾苏妍合作的概率 会有多少 是你太小看我了 还是太高看你自己了 不是苏妍 另一个女人 顾良 你干吗 你有话你也别说 更不要靠近的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不是 回家说 说一声 我去 回家说 顾良 您好好考虑一下啊 哪怕为了工作 不就是平台播放吗 我让叶氏宣声不许搞定 摇头是什么意思 你还真想和他合作啊 我只是今天看见江云泽 用播出做交易时候的样子 突然间有些想不明白 我怎么会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喂 叶总 有个事我要跟您报告一下 许希回国了 许希 你认识那个刚在国外拿了大奖的女演员啊 认识 关系怎么样 能不能约出来谈一谈 谈什么 谈演戏啊 电影 电视剧都可以的 她现在热度很高的 不对啊 我跟女明星认识你不吃醋的呀 这有什么好吃醋的 你现在不是在我这里吗 如果你真的跟她有什么的话 那就在她家里了 就靠你了 约一下啊 约一下啊 行吧